這個新任的觀光局局長 潘恆旭所提出一連串 跟觀光相關的點子 有好有壞 有的被罵爆 有的被認為是很有創意 不過這一次講到 溫泉加熱這件事情 現在被逼得最後必須出來道歉 因為所謂的冷泉加熱 變溫泉的這個說法 因為一直延伸延伸 延伸到連蘇澳的冷泉 跟溫泉都是加熱出來的 蘇澳的飯店跳出來說 冷泉跟溫泉是不同的 出水口 水質不同 溫泉是鐵離子 淡黃色 冷泉是透明 無色 帶氣泡 有標章認證 這個例子舉歪了 果然潘恆旭只好出來道歉 事實上在高雄的觀光的資源裡頭 的確也是有一些溫泉的規劃 包括了這一次他所提到的 柴山龍岩的列泉 是日據時代的高雄八景 但是很少人知道 這一個龍岩列泉是個冷泉 他說如果把冷泉加熱 就變溫泉 就可以跟現在的溫泉觀光結合 有人說這一個柴山的龍岩泉 到底能不能夠加熱 他其實最大的問題 他的水量不足 倒不是冷泉 是不是能夠加到溫泉的問題 其實沒有那麼多水 然後潘恆說 像高雄田寮的花季 作為冷熱泉的飯店 他中年是22度的冷泉 但是也因為加熱變成溫泉 所以冬天也有觀光的價值 所以高雄人都知道 的確田寮的這一個溫泉 好像過去的市長陳菊 還滿喜歡的 所以常常去田寮的花季 這裡泡溫泉 所以它冬天是有熱的泉水 沒有錯 但是所謂它是不是冷泉加熱 變成的溫泉 田寮花季飯店也說 他們的冷泉是22度的冷泉 但是它加熱的方法不一樣 不是一般的加熱 是用蒸汽加熱到50度左右 變成熱泉 所以它不叫溫泉 冷泉加熱不叫溫泉 冷泉加熱之後叫熱泉 其實溫泉也是一個 有專門知識的一個行業 除了這個溫泉的爭議之外 之前潘恆去在跨年的時候說 寶可夢2019的高雄燈會 可能可以來 跟之前的嘉義燈會一樣 但是寶可夢能不能夠來這件事情 是有商業操作機制的 所以2月真的能來嗎 這張支票會不會跳票 還有這一個燈會 高雄燈會的主題 過去叫做水噹噹 現在被改成金銀河 代表天上有銀河 人間有愛河 這是一個新的觀光局長的創意 壓軸秀又白冰冰來策劃 當然白冰冰的 這個觀光代言人的爭議 從1月代言人這個事情 就已經引發很大的爭議 不過看起來 白冰冰的觀光代言 沿在1月份2月份在燈會上面 還有所謂的藍寶石洗香縫歌廳秀的複製 這都是現在觀光局的一個新的規劃 白冰冰是高雄觀光大使 然後後來又說 也要邀張立民還有珍珍 有高雄市議員邱昀軒就說 這就是高雄版的SHE 國民黨的發言人洪孟凱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些創意的點子 都有很多加油添醋的意見 洪孟凱就說 白冰冰可能是30年前的周子瑜 就是說這一個觀光創意 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要消費周子瑜 要消費SHE 把它連結在一起 這是不是適當 可能見仁見智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出現 現在叫做白冰冰代言愛河 珍珍代言壽山 張立民代言岡山之眼等等 很多創意其實是滿跳通的 但是有一些網友可能喜歡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會有意見 的確也會讓韓國瑜 在很忙很忙的市政當中 還必須不斷的去回應 這相關的問題 韓國瑜的反應也非常的奇特 他說這個潘局長的點子 非常的爆炸 聽一下 讓她自己去解釋好不好 她的創意 肯定嗎 謝謝 這個反應好 抗議好 他真好 的確轟嚨嚨嚨嚨嚨一直來 可是對於韓國瑜來講 一方面當然是新聞焦點的 曝光會非常的高 可是因為正反的意見也會很多 的確要顧的事情蠻多的 我可不可以再講 這個點子王潘恒旭之前 因為剛才前面一段 我有一些 其中有一個部分 我想要補充一下意見 大概講說 柯P跟韓國瑜要不要會 其實對我們來講 他們見面就見面 見面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見面就代表說 我就要聽你當總統 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台北跟高雄 柯P跟韓國瑜 也不是牛郎跟織女 我們要一直在講說 他們什麼時候見面 是這雀橋會嗎 七夕的時候就見 兩邊距離300公里 然後隨時 柯P騎腳踏車 一天就一日雙塔 然後韓國瑜常常在台北 所以我覺得 來會面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了不起的是什麼 就是現在會面或者吃火鍋 都把它賦予一個非常高的意義 就是說是不是要選總統 會不會要談總統的事情 政治人物 其實他們的斷數都很高 不會漏到說 今天找蘇華吃個火鍋 或找韓國瑜吃個火鍋 然後我們就來開始談 我們的什麼選總統大言 我認為王院長不可能 但是各位 剛才前面各位都說 王院長這一次一定選總統 他不會選立委 我吃飽留意見 現在是2019年的1月9號 大家可以驗證 我不認為 可以下注 我不認為他會選到底 我不認為他會選到底 你的選到底是參加初選之前 可能就不會去參加初選嗎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有變數 我覺得大家都會認為說 其實我覺得政治人物 他的一個規劃 未必只是一個選總統 其實很多就像兵法 也就是取法乎上景德乎中 所以老實講 今天王院長最後會不會一定選總統 還是 因為尤其在這一次的 大家都覺得說 這次國民黨的選職應該比較樂觀 可能有半數 有半數以上 就可能決定 不管你是不分區立委 或者是區域立委 都有可能去可以拿到立法院的院長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談這個事情 所以我來講說 我對於剛才韋翰所講的事情 因為韋翰鐵口直戰說 他絕對 絕對 立委也有 不會 因為你的疑慮有人問過他 記者有問過他 他已經公開說他絕不可能了 對 這樣 所以我總覺得政治 有很多很多的變數 有很多人說不選 選 講了800次不選 最後還不是選 對不對 另外一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重要議題 就剛才也提到柯P的角色 大家都認為他會選2020 回過來 以國民黨的角色來看 就是說SAKADU好不好 我會高度的提醒 國民黨內的人 不要認為SAKADU 就代表我們國民黨會占便宜 在這一次台北市長的選舉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 不但沒有占便宜 也許 其實如果沒有SAKADU 一對一還比較好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說 一旦柯P假使他要選總統之後 你要知道2020他不是只有總統 他還有立委的選舉 所以他會牽動整個劇烈 比如說你今天柯P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你會認為他是單槍兵馬 反正我自己一個人 帶把刀我就去選嗎 不會 他一定要有一個像是艦隊 所以就為什麼這一次他再結束 台北市長的選舉之後 他立刻要投入 這個台北市的立委補選 照理上他可以不用玩這局 他為什麼 我覺得他不希望 陳思瑜選 沒有 他真的是他讓陳思瑜選 所以那個跑到台中去的 那個什麼大學姐 就是他要讓他選 他不肯選 不肯選他也不給他位子 最後他就跑到台中去了 他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包含一些 台北市的一些局處首長 有些他可能有選舉潛力的人 事實上他們都已經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都被告知要去選了 對 可能在有必要的時候 有必要的時候要出去選舉的 你要備戰 而且你是要出去 一起跟著組織一起打仗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也就是如果Saka都的時候 那麼科幣很可能 也會有一些所謂的科家軍 這時候區立委 就會出現一些化學的反應 就如同在這場 台北市的選舉裡面 當然受害最深的是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裡面很多的議員 有的有科 有的黑科 反正就是把自己民進黨搞得 也比外不是人 國民黨裡面有沒有 國民黨裡面也有 國民黨在議員裡面也有 所以這樣同樣的經驗 是非常有可能 如果科幣去投入總統選舉的時候 區立委也會碰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就是說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說 最好科幣來選了 這就來分到民進黨的票 未必 我認為對2020 大家真的不要以為科幣來選總統 對國民黨是好的 2018讓你們太驚嚇了 沒有 就是有一些經驗 真的有一些經驗 大家不要想得那麼單純 那麼我回到潘恆旭他這個點字王 非常快速的講一下 我覺得觀察到現在 我覺得這個點字王 他滿適合選舉的 我覺得他在選舉的時候 我感覺他幫韓國瑜加了不少分 就是說其實選舉的時候 你就是不停的要丟東西出來 因為你沒有議題 你就被邊緣化 你就沒有聲量 可是當你回到真的一個行政首長的身分的時候 你點字丟得太快 丟到你可能自己都趕不上自己 你看剛才韓國瑜的那種反應 就是代表市長也跟不上你 跟不上你這個官傳局的局長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幫你講 因為現在可能丟出來一些東西 包含一些代言人 這代言他又搞了很多的什麼 鳳飛飛日 余光中日 其實其中有一些都會 當然我相信他都是希望能夠幫 高雄的觀光 旅遊 或一些聲量能夠加分 但是隨後而來的 譬如說我舉例來講 像余光中日 余光中日已經過世 他的太太就覺得 大家媒體就問 是不是有談到什麼怎麼樣 怎麼樣要規劃這個余光中日 人家那就是什麼什麼 通通不知道 大家就會覺得說 一個行政部門或者一個高雄市 怎麼可能說 在沒有跟任何當事人家屬 或者相關的基金會等等之類 通通沒有聯絡狀況之下 我們要做這個 人家就會覺得說你在衝下 就是這就不是太 就在行政的部分 如果你一次兩次寫文案很快 啪啪啪 可是後面執行就可能會更不上 所以你會這個標題說 到底是搬韓國瑜加分 或者是扣分 我會認為到現在為止 我不認為有大扣分 但是如果一直是這樣的 一個風格的話 最後日記驗了下來 人家就會覺得 這個市府到底是什麼市府 這個市府就是 只是會出嘴巴 然後後面都什麼東西都跟不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子王 也許他可以慢一點 我覺得他有一些點子是不錯 但他可以慢一點 趕快先執行 你要有執行要有成效 就是你的嘴巴 不能比你的手腳快這麼多 就是速度要再調整一下 對 是不是 問你們國民黨也跟得很快 馬上就把人家 白兵運變成30年前的周子瑜 我覺得很多說法都很有創意 大家比創意就是 對 我覺得潘仁遜比較大的問題 還是就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把競選模式 轉化為指正模式 剛才講了說點子王 然後在競選的期間 發揮很多創意 其實幫整個選舉 尤其是韓國瑜加分不少 我說真的 某種程度我還滿佩服的 有些點子我真的想不到 可是現在畢竟是執政了 你執政之後你必須要 尤其他又是一個局長 一級主管 他就必須要對他的政策 必須要負責 而且是要能落實 這一次就是說這個溫泉 坦白講是有點粗包 我覺得潘仁遜還是太搶戲一點 我覺得 他要幫高雄行銷觀光 這一點我可以理解 可是有時候話 可能說得太早 或太滿 尤其這一次他這個說 所謂的冷泉加熱以後 就變成溫泉了 他講這個事情以後 竟然還拖了兩家飯店業者下水 這兩家業者 我剛剛講田療花季這個飯店 就說他們那個 他加熱方式是蒸氣 是蒸氣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強調 他們是什麼 溫泉 對 他們是熱泉 龍山林就說 我們有兩個泉 是有冷泉也有溫泉 所以他們的不需要把冷泉 去加熱變成溫泉 因為本身就有溫泉 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小的錯誤 可是剛剛也如同洪威姐講的 就是說不管是從溫泉的事情 之前還有所謂的鳳飛飛代言 人家覺得說鳳飛飛跟高雄 那個關聯性不高 然後要找余光中 人家余光中的家屬說 好像也沒有來談過 然後寶可夢 甚至要找阿諾來高雄 就是說這個不斷不斷的在開支票 可是這個支票到目前為止是 還沒有看到可以落實的 我真的誠心的建議 就是說在這個階段 怎麼講 就是說應該要做得比說得多 然後你事實上 尤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你能做出一樣兩樣指標性的 這就很加分 不需要這樣 我覺得這有點到處在開 也不是戰場 到處在承諾一些政策 我覺得這樣反而會失交 我覺得潘仁旭的 我覺得問題不大 我覺得他是滿 包含在愛河旁邊 這個就職典禮 韓國瑜也說是他想出來的 包含找瓊瑤來代言愛情產業鏈等等 還是有 因為你說幫韓國瑜加分還是扣分 是有加分的 可是這扣分的部分 就慢慢也出來了 甚至讓網友來骨頭來那個 我是說坦白講 現在韓國瑜已經是市長了 現在大家眼睛睜睜睜看 只要有一點點做得不好 就是會怎麼樣 會被加碼放大 會用顯微鏡來檢視 這個的確會造成困擾 尤其接下來是什麼 我們面臨2020年的選舉 有總統大選 有立委選舉 這一些縣市首長 他的執政的好壞 當然會影響到2020的 這個選舉的表現或結果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怎麼樣 謹言盛行 我覺得不用太多 你就是好好的做 做幾個出來就好了 不過高雄很熟的舒嬅 怎麼看最近五花八門 相當熱鬧的高雄觀光行銷 潘局長大家對他有認識的話 他是一個媒體出身 然後廣告行銷確實做得很好 在這次的選舉 他確實幫助韓國瑜很大 我昨天他丟了一個新聞給我看 Line給我一個就是 他邀請到瓊瑤去幫他們愛情產業鏈的總顧問 然後我跟他說你梗會不會丟太快 人家都是一個月丟一個梗 你相對的好像三天都丟一個梗 我說媒體好像也消化不了 不過你可以看得到出 他背後他希望為高雄快速帶來 經濟成長的一個成果 我覺得這些 包括韓國瑜所講的話 我覺得韓國瑜他對人 你觀察他 他對很多人丟給他的點子 他不會是用否認的 他都會先接受跟肯定的 比方說一開始有人跟他講說做賽馬 他也不會一開始就是否定別人 他會說我們可以評估看看 但能不能做那個是後續的事情 所以包括韓國瑜自己本身也是這樣 他對人都是先肯定的 不是從否定出發 所以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都是認為可能 我的想法裡頭一定會先想說 這是可能做到 比方說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說高雄能不能發大財 十年之後高雄能不能達到多少 幾百萬的人口 那個都是他覺得是可能的 不是做不可能出發的 所以我覺得對韓國瑜來講 他知道人沒有百分之百的 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潘恆旭 他是一個非常有點子的人 韓國瑜現在需要的 就是點子很多的人 你說有沒有成功的 有 比方說他先前推了一個夕陽 在一個什麼地方 一個夕陽的 一個很美的地方 頓時之間 零遠的 對 曙光 那你記得比我清楚 反正我就記得說 當時就有很多 臨遠的鄉親 一直都覺得這個點子 非常的棒 他肯定有成功的地方 你說有沒有一些點子 可能丟出來 還不是那麼成熟 我覺得他有些時候 他被媒體追得很緊 每天媒體問他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所以他會丟出很多的想法 但是這些想法 可能市長還沒有具體 要作為一個他具體的政策 我覺得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潘局長可以把 這個是想法 還沒有落定的部分 先講清楚 未來要成為具體 就是要作為政策的部分 都可以講的 比方說阿諾要來 包括鄧紫棋 要在高雄開演唱會 這個其實都是已經 滿明朗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樣講可能 可能偉翰聽得不是很高興 但是相對就是說 你看高雄市 每天有這麼多的新點子 相較於台北市 台北市有什麼議題 我們就這樣比較好 找到台北市 你就要擔心偉翰不開心 我知道偉翰要補充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光是就是說 看高雄市 每天有這麼多的 不同的點子的出發 相對性的 他就為高雄 帶來很大的一個商機 你說潘局長 他所為高雄市 帶來的加分的成果 一定有的 但我覺得某些部分 我覺得這個都是市長 可以接受的 因為高雄需要的 不是死氣沉沉 台北市現在可能也沒有什麼 太重要的一個議題 除了講要不要選總統之外 沒有其他的 像就要你看到高雄 這麼樣蓬勃發展的光 話題很多 相對的民眾也會有興趣 國外的也會有興趣 成不成功 成功 韓粉科粉大對決 對 第一次 對 第一次 的確各界對他褒貶不一 認為他在電視界 我沒有評論過 潘恆旭局長 在任何節目都沒有 那的確 就是第一次 對 第一次 的確各界對他褒貶不一 認為他褒貶不一 他是不是有一點太過跳痛 點鐘或被嗨的韓國瑜 可是從剛剛韓國瑜 受訪的那一刻 我了解一切 對不對 大家有沒有想過 阿扁八年過程期間 最好的副總統是呂秀蓮嗎 呂秀蓮還跑去黑黑黑什麼的 還給阿扁 但是這個副總統可以幫阿扁 分掉非常多的子彈 這點非常重要 今天潘恆旭的這些意見 我不是說 因為他搞了很多的trouble 所以韓國瑜就不中箭 箭都往潘恆之上射 不是只有這個效果而已 我坦白講 雖然今年的這個 元宵登節可能來不及 一旦高雄在任何時間 辦成了寶可夢活動 我一定去 我一定去 而且他一定會爆到人 大家可能沒有玩寶可夢 不知道 會玩寶可夢的人 基本上就是對 所以是呼籲潘局長 一定要把寶可夢 顯然他有接觸 他其實還沒有成功 然後他的這個溫泉冷泉 大家覺得說 他對於知識的不足 人都有知識缺口 重點在於 觀眾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韓國瑜在選前的 九月都還沒有人 覺得他還選 大概快十月的時候 大佬已經對不對 已經會演獨具之道了 可是也有一種覺得說 寒流就是一個潮 選上了以後就結束了 事實上也是 各地的選舉 通常在選完之後 就回歸平靜 也就是各自就回來了 天后去了高雄 也從此不再去了 應該是這樣 可是對不起 我們現在1月9號了 還在談高雄 所以高雄他在這樣的 創意的結果之下 其實還在被談論 過去阿扁 他在立法院養了三十幾個助理 他只有一個交代 天天要幫老闆上報紙 壞的怎麼辦 壞的也沒關係 你就知道一直維持 今天這些東西都被討論 也都被批評 可是至少他是台灣 討論度最高 就是剛剛舒華講的 比台北市的討論度更高 就是高雄來講的現在 是非常需要的 非常需要的 因為高雄現在需要人進來 如果你的討論都一掉 人就進不來 所以我覺得 他的每一個 包含冷泉 包含了什麼金銀河 還有包含了高雄碧 包含了寶可夢 包含了所謂的高雄SHE 說實在的 白冰冰這個我講過好幾次了 白冰冰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說 怎麼跟五月天怎麼跟SHE比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最有口袋深度可以旅遊的 其實是銀髮族 他們是真的可以一個禮拜 就去一次 就坐個高鐵 然後就住兩天一月三天兩月 主要是要打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週間觀光 好 每一個族群都要 所以他也不是說 白冰冰一次就代言四年 別人不能來 他一次可能一個月一個代言 說不定下個月三個代言 三月的時候可能又兩個又五個 他是一個非常多變的 潘昕駿是一個點子王 因為他的點子跳很快 有時候也衝很快 的確常常會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但是也因為這樣 讓高雄變成是一個很活潑 而且被討論的地方 我知道現在媒體圈 也有人在討論說 會不會他給韓國瑜 惹了太多麻煩以後 三個月到了以後 就換了一個局長 那就看最後他的加分跟減分 扣掉以後還沒有盈餘 如果有的話就發給大家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對潘昕駿局長就是說 我發現他的點子 雖然褒貶不一 可是對此刻的高雄 他是必要的 就是高雄的冷靠 他一直不斷的加熱 就是冷泉也加成溫泉 不讓我講潘昏旭 我們這個議題沒有辦法 有一個完美的句點 為什麼你知道嗎 潘昏旭當過我的助理 不過我先講剛剛那個場面 那個記者招待會 那個韓國瑜說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好 因為那個是美 很美 而且你可以有很多幻想 而且是正面的不是負面的 但是韓國瑜就是很 一下子很快的 就把這個很Hot的議題 就甩開了 他跑掉了 而且他跑得比柯文哲漂亮 所以但是 偽翰解釋太多了 真的解釋 他每天來坐在那裡 就趴著 跟別人 就別人在做工 他不曉得幹什麼 你辦公室這門門拿到了 就是說 我的暗公室的日常的工作 跟他預期要幹的工作不一致 所以講白了 就是他有一點水土不服 所以幾個禮拜以後 他就走了 我們就好去好散 沒什麼 我這兩天有一個心得 因為為什麼 這個蔡總統很奇怪 大事小事都做不好 不管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其實我幾個月以前 我就有一個結論 有一個診斷 這個就是由於 蔡英文不會治國 蔡英文為什麼不會治國 我覺得這個關鍵是什麼 是個性 因為我們常常講 個性決定命運 一個領導人的個性 是決定一個國家 或是一個團體的短期 起碼是短期的命運 毫無疑問的 所以蔡英文的個性 決定他要問哪些人 而哪些人的意見 最多看到他 誰會講話 誰會不講話 也都一定被個性決定了 而這些人講話以後 蔡英文聽進去了以後 根據他的判斷 他決定這個要 那個不要 也是個性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蔡英文 你看看我們這次國民黨 贏了三個最重要的地方 就侯友宜 盧旭運跟韓國瑜 這三個人的個性有沒有一樣 完全不一樣 這一個多月來 三個都市的施政風格 雖然那麼短 你們覺得這三個都市 市的新政的風格 是不是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所以你看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本身就點子多了 這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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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不是每一個點子都可行 其實他當 他在選前他就是幫韓國瑜 我跟他其實也吃過飯 我那時候就是韓國瑜發表 我就覺得他一定入閣 入小內閣 但是會是當什麼 我也沒有想到會是官傳局 但是我真的是替韓國瑜有點擔心 因為像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認為不是指責講的 說競選模式要成功轉化為施政模式 這個跟模式無關 這個就是跟他的性格 個性有關 跟心態無關 跟性格有關 他這個性格 就是不管跟哪一個老闆 他的老闆很多 他換的位置很多 他做過的工作很多 什麼番薯騰 什麼霹靂 一大堆 我認為他不管到哪一個地方 他工作的方式 他想到的點子 他出的主意 我覺得都不會變 因為一個人到了這個年齡 不會變 我更不會變 所以我覺得 韓國瑜一定有空的時候會想 當然以關後效 但是這個到底是加成的正面效果 還是出的毛病多到 讓韓國瑜受不了 這個我們以後就等著看